大家好,我是李娜 今天咱们来从苏东坡的一句诗说起 我很喜欢苏东坡的诗 尤其是那些记录美食的诗句 前两天就读到这样一句 白松肋高臀冒土初反掌 高臀指的是小羊小猪 反掌就是熊掌 我肚子里的蝉虫立马就给勾起来了 寻思着这白松到底是什么好吃的玩意儿 味道赶得上猪羊熊掌肉 一查书原来就是大白菜 苏东坡赞美白菜 是因为它风味鲜美 而艺术家偏爱白菜 则是因为它包含着美好的寓意 白菜有一个谐音叫做百财 就是聚财招财的意思 这可倒出了人们对富裕生活的渴望 于是呢 白菜就成为了玉雕的题材 登上了大雅之堂 玉雕白菜既有单一的造型 也有跟其他的动物啊植物啊相组合的造型 比如吧 跟蜘蛛搁在一起 象征着既要招财敬宝 又要蜘蛛常乐 跟醋枝呢 也就是蟋蟀组合在一起 表示要抓紧时间 努力致富 跟锅锅搭配在一块 锅与国家的国同音 寓意着国家富足有才 再比方说跟什么南瓜呀 黄瓜呀组合在一起 南瓜在民间表示福窩 而黄瓜则暗示着飞黄腾达 谐音文化是咱们国家民俗的重要部分 也体现了一种将抽象的意念 具体化的智慧 白菜呢 因为它吉祥的含义啊 受到咱们老百姓的喜爱 历代的文人画家 也有不少乐于画白菜的 比方说宋代画家高怀宝 明代画家沈舟 秦代画家 运寿平 八大山人 正板桥等等 他们钟情于白菜 却是因为白菜的另外一层寓意 刚才我们说了呀 这白菜又叫做白松 这松子怎么写呢 上边是一个草字头 下边一个松树的松 也就是说 白菜这东西 外形呢 虽然只像根茁壮的草 长得很低调 但那骨子里啊 绝对有着轻松般高洁的气质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这样描绘它 松性灵冬晚雕 似时长现 有松之草 故曰松 精俗未知白菜 其色清白叶 白菜的叶子是青色的 梗子呢 是白色的 寓意着人格的清白高洁 齐白石老人很喜欢画白菜 比如在这幅图当中啊 他就以极简练的笔墨勾勒出了一颗白菜加上三个石子 并且呢 用传书提写清白传世四个字 这个柿子的柿与世代的柿 谐音 画里的白菜啊 是清白分明的 现实中的齐白石呢 也是清清白白 坦坦荡荡 在七七事变 北平沦陷后 八十岁的白石老人 毅然决定 以知识分子的姿态 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在口述的自传中 有这样一段文字 他说呀 自丁丑年北平沦陷后 这三年间 我身躯减出 很少与人网还 但是等我们求见的人 非常之多 迪伟的大小头子 也有不少来找我的 我怕他们纠缠不休 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 干脆在门上贴一张纸条 写了十二个大字 白石老人心病附作 停止剑客 齐老先生的心病 并非是身体上的疾病 而是面对家国伦丧时 心中的疼痛 他用一支妙笔 汇出了青叶白梗的菜书 更由自己的行动实践着 清白传世的人生理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国人心病毒 都不正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汉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